我回到醫院 醫生就說那看起來好像還好 你好像都是生二素的傷口傷 生二素就代表說 你的皮膚還有治癒的能力 還是有可能把所有的皮膚長回來 所以我想說太棒了 我的皮膚長回來 我就不需要去再把我乾淨的皮拋起來 可是在我努力的某一天 到某一天的時候 醫師他的時候就進來我的病房 就說 他說怎麼這味道這麼難問啊 他說是好像有那種菌類的味道 於是就請那個住院醫師去檢檢檢檢檢檢檢 然後剪開了我的那個右腳 就發現已經內燒 他的二度居然還會內燒 就是又燒 就已經又燒到三度去 三度就代表說你的皮膚已經燒到熟了 那裡面已經有五年六色潰爛的那種植子力勝足 所以代表他就說 他說你一定要植皮 他說不然很危險隔天植 我就會覺得說 我剛開始那個階段 我每一步努力 就真的只是為了家人 因為我根本找不到任何原因 就為什麼這些事會發生在我的身上 燒化傷他非常的慢傷 類似已經算是慢性病了 他不是說摔成一癒合之後 可能就結束了嘛 就拍一拍 你又可以繼續過你的人生 他就是一癒合之後 越受到上千多高溫 所以你的皮膚有點像是下子或肉一樣 就整個縮起來 就捲起來 因為他裡面下面其實是混亂 連神經都可能燒到壞了 所以他會一直這樣無限的增生 很多地方軟縮限制你一個三到五 即便是九百多天前的我 其實也曾經想要在病房上離開這個細節 但是 如今我卻走到這麼遠 所以我覺得我只比大家勇敢那麼一點點而已 是因為任性把我帶到今天 然後看起來